这里除了是潮区,有很多潮人之外 我觉得东山的洋房建筑也很值得大家留意 它和西关大宅一样,都是中西结合的建筑 譬如,御元这里是英伦的风格建筑 但屋顶采用了中式的碧绿琉尼雅 阳台的英式梁托上 又加上了中国特色的吊钟花雕刻 完全体现出洋城的多元文化建筑历史 而东山这个地方,老广州就叫这区东山 但为何现在年轻人又叫这里东山口呢? 原来是这样的 这里有个地址站叫东山口 但其实人家改这个名字 意思是指东山的入口 但现在大部分人都不以为这里就叫东山口 好,而实质,这个区域是东山 记住,东山口是敌敌站 东山才是指这个区 帮助记住 夏宾 一双醒 Panzahu 写过手 到下就转了 哇,真彩时多 賣相機 為什麼叫時多呢 因為相機是多 因為相機是多 現在多人買這些相機 還是有一些 不算特別多 工廠口這邊還蠻多人拍 這種父母的東西 這些也是 真是 將舊元素注入生活歷 現在的人來做什麼 就是來拍照打卡 放上互聯網 為什麼會有興趣一間這樣的視訊 我們本來也是玩這種自成像的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覺得這個東西是把握的 他會問 你這個沒有SD卡你怎麼存 所以就想開一家店 讓更多人來知道 我們也會 如果客人有興趣來問的話 我們也會就是 比較詳細的解釋 就給他介紹這個東西 我們以前這些有一些有濾鏡的 但是它是本身卸在裡頭的 像這種機器的話 有一個鏡射 它其實也算是濾鏡 它要打到這個距離 然後可以拍得近一點 它還能工作 但是底片已經用不了了 對 對 然後就要去 以前就用底片拍 然後沖洗了之後 要去暗訪 其實也好 因為你聽到了解 其實我們現在 嘩 方便到 我就經常說 手機拍到 就已經可以很漂亮了 以前 嘩 我們很難 總對於 老年代的懷念 還有一些老師講的浪漫會議 繼續 我有空會來 拜拜 拜拜 沒有飲品買的士多 買相機 去買喝